大家好 我是Mira 嗨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嗎? 我們現在在 我們的景 沒錯 我現在就來到日本 來到東京 超開心的 因為今天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任務 因為等一下就會參加一個香水Vershap Dior的一個香水Vershap 太感動了 首先 我真的很喜歡香水 最近就是 迷香水迷到我有點受不了的狀態 每天都會跟我說 他最近買了什麼香水 然後他覺得這個跟那個奶比較好 其實我以前很少跟大家分享關於香水的內容 最近我覺得我對香水的熱情 越來越多 對於香水這件事是越來越有興趣 最近我也多出了香水片 我之前的頻道也有跟大家講過 我們在韓國學了調香師的課程 所以我覺得我對香水的求之欲 是真的越來越高 這次真的非常之榮幸 可以參與這個Dior的Vershap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香水 關於香水的任何活動 其實我也是非常樂意去參與 或者去交流的 沒錯 就是來Dior的香水Vershap 現在就製作一支屬於我們自己的MISS Dior香水 就能去看看 你好 its really sweet fothe with the bottle that it has to base she's going to go one by one you wanted important? sweet it but I don't think second is better than the first one 我會試一下 這是我的方法 我會試一下 這支就是我們自己做的MISTIO 專屬的我們同樣 一入場就會是她的味道 出發前我是沒聞過這支 好好聞 整個人很舒服 她今天走的是一個日本的暗黑風格 因為我們現在人自日本 自己個人非常喜歡的就是她的耳環 是Dior的耳環 我也很喜歡Dior今天的包包 手拿包 二環跟秋葛是Dior 借給我的 謝謝Dior 好 因為有鑑魚我見到很多觀眾朋友 都有問過我 香水究竟怎樣噴才可以持久一點呢 所以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冬天裡面噴香水的方法 但是因為噴香水是很個人 是沒有分對和錯的 所以以下來的分享 純粹是我個人的經驗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會用的香水就是MISTIO的Rose&Roses 它就屬於Older Toilet 持香時間大概是三至四個小時 成分分別會有 前調檸檬天竹葵 以及意大利骨子 中調是格拉絲玫瑰 以及大馬仕甲玫瑰 基調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白蛇香 看到這些成分 其實先看到 是想製造一片格拉絲玫瑰花海的感覺 所以Rose&Rosas 整個味道給人的感覺 除了散發一個很清新的氣色 還有一個無窮活力的感覺 我覺得每一個香水 因為它們呈現出來的感覺都會不同 所以可能在化妝和穿搭上面 都會儘量選一些比較一致的感覺 所以如果我用Rose&Rosas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穿得女性一點 Lady一點 冬天噴香水 其實其中一個比較令香氣快揮發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風 因為香味始終會揮發 隨著你的空間越大 其實香水揮發的速度都會越快 所以我自己喜歡把香味混在一個空間裡 冬天的話 其實你穿衣服會穿幾層 就好像我今天這樣 裡面白色 外面紫色 我就會把香水噴在白色衣服 肚子的這個位置 然後大概噴兩下左右 冬天你不看怎麼打開衣服 所以這個位置長期可以把香味混在這裡 而香味就會在衣服的這些袖口 或者這些空間裡散發出來 就會比較若隱若現 因為我自己通常穿裙比較多 所以我就會噴在裙子的位置 如果你說我不穿裙 我是穿褲的 或者你就可以噴在膝頭前後 因為膝頭的溫度比較低 所以它就會比較沒有揮發香味 氣味是從下而上上來的 隨著我們走路的時候 我們兩隻腳的擺動 裙子或者膝頭的味道就會慢慢飄上來 但是有一個位置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千萬不能忘記的 就是 頭髮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很多次經驗 就是我在街上聞到別人的髮香 覺得很香 然後我就喝著看那個女生 所以無論是長頭髮或者是短頭髮的女生 我也覺得大家可以嘗試把香水塗在髮尾 但是要注意 因為香水始終裡面是有酒精 我自己其實不是太喜歡 一直有酒精去侵蝕我的頭髮 所以我就會喜歡把香水噴在手上 然後這樣塗在頭髮上 而不是直接噴 但是可能有驗髮或者飄過頭髮的朋友要注意 因為好像我這樣 現在飄了頭髮的話 其實我就盡量不希望頭髮會塗到任何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沒得選 我就可能會噴在頸的位置 但是我會噴在後頸 而不是前面 因為根據了這麼多年經驗 無論我有多喜歡角色香水都好 但是如果我太長時間聞同一個味 我是會頭暈 就是很不舒服 那我相信應該也有很多人有同一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的話 我就會避免這個位置噴香水 因為這個位置噴了的話 其實你一定會聞到你是避不開的 如果你噴在手頭髮這些 你頭髮的話 你撥在後面其實你就不太聞得到 但是這個位置的話 真的避無可避 我是發生過很多次的了 所以我自己就會避開這個位置 那我另外冬天的時候 絕對不會噴的位置就是外套 因為有時候有些外套可能是皮造 或者是要乾洗的料 不是所有香水都是透明的 好像這隻那樣是粉紅色 有些就是比較偏黃偏橙的 是有機會令你的衣服變色 那我自己就不太希望有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我自己就會避開噴在外套 那所以為什麼要噴在頭髮上呢 因為頭髮是隨風飄揚 通常你穿外套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很冷 你都會盡量包住自己的身體 所以那個時候香味呢 其實是不太出到來的 那這個時候就靠裙擺或者是你的髮香了 那所以這一個就是我在冬天裡面噴香水的方法 那我自己用了都很多年了 那我覺得是挺有效的 那但是因為all the toilet的關係 其實它普遍池香呢 真的三四個小時而已 那所以我要出街整天的話 我都一定會帶一個travel size 就是我會自己買一些香水瓶 然後我會把它倒下去 那但是香水其實呢 它一旦接觸了空氣呢 其實它就會開始變味了 那所以我自製的香水仔 其實我就不會拿太多份量了 因為我也想保持它本身的香氣 都有一些特別的噴香水的方法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今天的主題的話 幫我按這支我 記得followIG的話 就可以知道更加多的韓國生活 或者是韓國的update 或者是一些香水的分享啦 那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啦 多謝你們好收看 Bye 來吧